yoh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只是洛晨 在前面几期视频中 我带大家回忆了 《十二生肖闯江湖》的剧情故事 看着评论区大家讨论的内容 我发现大家对于正传故事里面 各个角色之间的实力高低 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 咱们就以战斗力出发 给里面的角色定制一个排名 这个排名主要以动画里面的具体表现为准 纯属个人主观判断 如果有不同的意见 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里面进行分享 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始 那么这既然是一个战斗力的排行榜 那咱们肯定从倒数第一开始讲起 从实力上来说 老鼠多来米肯定是毋庸置疑的最弱角色 不论在前传还是在正传中 几乎没有丝毫战斗力 每次打架只能躲在一旁出谋划策 还好几次被反派抓获 借此要挟小海 这要比战斗力化实在是强人所难了 不过作为咱们团队里面的智男担当兼引路人 多来米一直在通过自己身上美好的品质 言传声教教导着小海 无数次引领小海重新走回正道 可以说12生肖中如果没了哪个圣兽 都还有机会战胜年兽 但如果少了多来米的陪伴 小海老早便在第二个师傅大度人的考验中失败了 也自然成为不了真正的子魁心 从而战胜年兽 所以从体上来讲 多来米虽然实力不行 但确实是最不可替代的一个伙伴 那么接下来咱们要讲讲这排行倒数第二的角色了 他们便是黄鼠狼两兄弟 长嘴和大眼 没想到吧 反派也在这个排行榜之中 这两个伙伴从动画出登场的时候 便已经成为整部动画的搞笑担当 被年兽强行奴役成为反派 却总是弄巧成拙 战斗力不行的同时 还只会一个劲的放臭屁 身上这股骚气 连不挑食的年兽都吞不下去 的确是有点东西 由于他们唯一胜利的战绩便是抓住多来米 所以说从实力上来讲 他们略告于咱们的老鼠 然后登场的倒数第三 还是咱们的反派乌大人 这位年兽忠心耿耿的手下乌鸦 一招雷电术在前期还是非常厉害的 但是说实话 这个闪电的能力也只能虐虐菜了 除了黄鼠狼俩傻子怕这个闪电之外 我还没见过哪个圣兽趴着破闪电的 所以他的战斗力不行只能排在这里 那么接下来的圣兽则是排名第十一的山羊红锦天 虽然在医术方面他确实冠绝天下世界第一 但在战斗的过程中 他的独门绝招混元分心手 却像是一个低配的六脉神剑 直纳达档的同时内力像子弹一样迸发 在第五世界这样的招式虽然厉害 但在这部动画里面可是有各种神话角色出场 纯纯的东方玄幻加高五世界 这样看来的话 这独门绝技也显得没有那么出色了 再加上从动画的表现中来看 唯一战胜的对手是他的师弟赤县温 两的比试确实有点人菜肌互拙 所以说排名只能暂时给到这个位置 那么排名第十的生肖是兔子如月 和他的绝招引五步 如月这个角色算是动画中非常有人气的一个生肖 身为捕快的他和盗贼露露通之间相爱相杀的故事 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但从实际战绩上来看 整部动画的过程中 他的轻功功法却显得不是很有用处 这部动画里面轻功前的人个个都不输给他 也说轻功是如月的绝活 但露露通的轻功也完全不输于他 在远距离火药的消耗下更是完全拿捏无悦 从头到尾都是露露通在调戏小姑娘玩 根本没有一次拿出真功夫 所以说从剧情出发 他们俩之间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只能排在这里 那么排名第九的生肖 我个人是落成我的生肖追风嘛 甚至这部动画里面 他还不是第二部被光头墙配音之后 变得傻里傻气的追风 但就从战绩上来讲 的确是有点费拉不堪 唯一的高光时刻 还是秒杀黄鼠狼以及街边的盗贼 比兔子勉强打败蝙蝠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的绝招连环穿新腿 限制性条件也非常巨大 在面对大盗沙里飞的流沙陷阱暗算之时 差点殒命于此 好不老贝 虽然可以找理由说 此时的沙里飞拥有保诸力量的加强 外加隐身的效果完全克制追风 但如果是大杜龙或者竹叶青铁锤这些行销 来对抗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就在我看到动画第51集的时候 我突然看到了这么一个画面 大家看这两张的画面 在面对年少的正面攻击时 各个生肖都已经做好了躲避动作 但在攻击过后 实力较强的几位生肖 都通过后撤步躲开了正面的主要攻击 在攻击过后依然能保持战力 而像实力稍微弱点的冷石和大杜龙这两人 却翻身在地没有第一时间起身 所以咱们根据动画中的具体表现 只能把冷石排在这里 那么接下来排在第6位的生肖 我给到酒肉和尚智空这里 虽然他的棍法非常厉害 但在这个拥有魔法神秘的玄幻世界中 仅仅是非常厉害的棍法算不上特别惊奇 但作为剧情中比较晚出现的几个师傅 展现出的实力依然远超小海 能够从大火蔓延的客战中救出小海小包两 那么接下来排名第5的角色 我会给到霹雳虎这里 作为一个高手高手高高手 在最后的年寿大战中 他的表现确实不错 所以最后我会给到他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排名 但他的绝学金刚拳 却像是一个通过蛮力的基础拳法 在面对北岭三雄 雄大雄二雄三三兄弟的时候 就因为救小海受了重伤 后面又在重伤的情况下 再战北里三雄遭遇滑铁路 再结合小海用金刚拳 便要吃憋的剧情来看 这的确是一个不算特别厉害的功法 老虎用得好 纯粹是老虎力气大 放在小海身上便要屡屡吃憋 所以说从功法强度上来讲 霹雳虎只能屈居第四 那么接下来排名第3的位置 我给到火药高手露露通 我感觉这个排名应该不会有多少悬念 火药的威力自不用多说 在剧情中运用得好 可以直接炸塌一整个峡谷 况且露通随手丢出的火药 便能震天动地颇为不凡 再加上他的剧情中曾被提及 曾经直面过年寿 并在年寿的手下救走了兔子如月 这么顶级的战绩 属实是没有什么争议了 第三的位置实至名归 那么做以后排在第1第2的位置 我个人是给到了龙震天和铁锤这两位生肖 从实力上来说 他们俩最强 相信大家是不会有什么争议的 但具体剧情上来讲 这两个生肖到底哪一个更强 这还真说不准 铁锤和龙震天这二人 一个是近战最强 一个是神通最强 都是各自领域中最顶级的存在 在剧情中 龙震天面对年寿无所畏惧 毫不逊色 跨龙形态下 更是连年寿都要退避三分 得通过正龙锤这种卑鄙的手段 封印龙震天 从来削弱胜兽的实力 所以从我个人感官上来讲 龙是年寿作为鸡蛋的一个对手 所以我决定把第1的位置给他 当然作为排名第2的铁锤 面对年寿也丝毫不逊色于龙 在数千年前 年顶剩了时期 铁锤便已经携军队出马 大战年寿 并且存活至今 在动画的第2时期 再次面对卷土重来的年寿之时 更是能通过一己之力 把年寿击落岩浆占据上分 在最后大决战之时 更是几人之中 唯一一个能够在正面撼动 年寿身躯的圣兽 这老牛的实力 就像是端木燕 十二星龙这些角色一样 从头强到尾 牛逼就对了 那么这就是本期 十二星家总动员的实力攀榜了 为了做这期视频 也是把这部童年经典 52集给全部重新看了一遍 属实是越看越上头 经典的动画 时隔多年依然是经典 剧情号三观阵 就算是以成年的视角来看 也挑不出什么毛病 童年神作也确实实至名归 那么 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视频最后留个思考题 你觉得在这部动画里面 最后时刻 年寿和主角小海 学的实力更加厉害 欢迎在弹幕或者评论区里面讨论 这个问题没有只能答案 欢迎大家发表不同的看法 那么我们下个系列视频再见 大家拜拜